东京奥运会最遗憾的就是中国男子三大球都没有入选 中国男足、中国男篮、中国男牌集体无援东京奥运会 创中国奥运首次 说起来真是让人觉得遗憾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却没有拿得出手的 对此 很多球迷都感到非常失望 毕竟这是多少国人的期盼 不过现在却有这么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在东京残奥会上 中国盲人足球队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 中国队2比0战胜日本队 晋级四强 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 盲人怎么还能踢足球呢 其实盲人足球和我们正常的足球并不一样 盲人足球起源于西班牙 比赛规则类似于五人制足球 每方上场五人 比赛时间为上下半场各20分钟 中场休息10分钟 进入淘汰赛后 如果打平则加持10分钟 再打平则罚点球决定胜负 但守门员不得参与罚球 本届东京残奥会五人制足球比赛 中国队与巴西队、法国队、日本队 分在了同一小组 首场比赛 中国队0比3输给了强大的巴西队 出师不利 并没有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气馁 随后中国队调整好状态 朱瑞明打尽精彩任意球 1比0击败法国队 赢得了出现主动权 两轮过后 同组的世界冠军巴西队已经两连胜出现 中日两队战绩都是一胜一负 而法国队两战全赴提前被淘汰 因此 今天上午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是一场生死战 谁能够取胜谁就可以进入本届残奥会 盲足四强 最终 朱瑞明分别在第12分钟和第18分钟取得进球 6分钟上演没开二度 帮助中国队2比0完胜日本队 成功打进四强 对于中国盲人男足进入四强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麻烦点赞三连支持下 喜欢的关个柱 下期更新不迷路